近日编剧宋芳经上了综艺吐槽大会 节目里他非常敢说 数次直接点名是于正和郭敬明抄袭 经常听到有作家诗人自杀的 编剧基本没有 因为都是猝死 来不及自杀 跳楼前六个电话 五个是让改剧本的 还有一个是上个项目黄了 好不容易到了楼顶 一看微博 于正又又抄袭了 郭敬明又又抄袭了 直接脑溢血了 九日下午 于正工作室针对此事 在微博发布了声明 称网上经常出现对于正的失实言论 具有明显的侮辱性和人身攻击性 利用于正来进行新闻炒作 伤害了于正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 给于正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 于正随后也转发了这一声明 在节目里 宋方金还说 我说郭敬明于正抄袭 他们就说我没作品 其实我有 那不是被人改了吗 再说 他们不就是为了让我多写点好抄我的吗 当我傻啊 这事你们怎么看呢